大家好,我是清华 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二约二龙抬头的一些习俗 就是金哲前后啊 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农烈,节日 就是叫二约二的叫中和节 俗称呢叫龙抬头 这个时候呢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传说当中的这个龙啊 也从这个沉睡当中醒来 俗称呢龙抬头 许多人呢还迷信于这一天礼发 龙抬头到底有哪些习俗呢 第一个就是提头 就是龙抬头礼发呀是复兴高照 北方地区呢将农历二月初二礼发呢 称为叫提龙头 就是人们赶在这个龙抬头这一天礼发呢 像沾点龙抬头带来的这个好运 传说呢就是这天礼发会给 让人这个吉祥如意复兴高照 第二个呢叫敲财 就是敲打门枕门框 期望这个裁员逛逛而来 这个在山东的这个几年一带呀 就是农历二月初二 他有这个敲财的习俗 就是当天吃过晚饭 就是各家孩子呀 就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这个小木棍 去敲这个门枕门框或者是其他的物件 边敲呢还要边唱 叫二月二敲门枕 精子沿着王家滚 二月二敲门框 精子沿着王家扛 第三个呢叫演龙回 就是从门外散播这个石灰景物 就是与世呢就是吉祥发财引龙回 这个习俗呢流行于就是北京山东等地 这农历二月初二啊各家各户 就是从这个户外的水景为起点 开始呢就是撒这个石灰 以屋内这个墙根的造角为重点 就是石灰县啊看起来好像这个弯弯曲曲的 这个龙啊晚饮入室 于是于是的是吉祥发财 第三个呢是叫打回屯 就是羽翼呢屯高两门 欲照封年 就是农历啊这个二月初二打回屯 又称着叫打屯 打鹿屯 填仓 围仓和化仓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二月二早上啊 在庭院当中撒上这个草木灰 构成了一个仓屯形的这个图案 这个在山东吉林啊 登地首先呢是用这个泊起啊 盛上那个草木灰 然后呢用一个木棒敲打这个边缘 让这个灰呢就是慢慢往下掉 边打呢边走 使这个灰形呢形成这个圆圈形 中间呢再放上少量的这个五谷杂粮 粮食呢有的直接放到地上 有的呢就在这个囤杂中啊挖一个小坑 就是把粮食放到这个坑里边 还要压上石块砖块瓦片 之类的这个硬物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灰尘外呀洒灰尘 提醒 意思以于呢就是叫屯高良满 欲照丰年 第五个呢就是叫适离 下菜种 就是春种一离术 秋收万克子 就是山东农家呢 在二月初二这天就开始适离了 浙江一带呢习惯呢 就这一天就是下那个菜种 种那个瓜茄 正如这个民谣所唱的 就是二月二 百般种子好入泥 这就是二月二这个龙台头的一些习俗